对镇大连一帮的中超第16轮比赛,上抗爆出了大冷门,连比一不敌对手送出三分,要知道上抗首回合才把比林战射过这个对手,而此一无类的方辉也非常平淡,全场只有一次射门, 无类本赛季在中锋位置如鱼得水,前13轮比赛就打最13球,场军一球加上排名中超射手榜守卫,还引起了英超胜班马狼队的注意,狼队是中资俱乐部,当地媒体报道,他们打算运作无类加盲提升在亚洲的影响力,然而,在成为中超历史射手王之后,无类的脚踪却忽然不顺,先是对阵全剑十罚丢了点球, 客栈大连游门前措施不是机会,可以说是连续途饼,应当说如果无类能够将这两次黄金机会转化为进球的话,狼队恐怕会更愿意引进他,因此不少球迷认为,狼队刚传出,有意无类,后者就连续浪费机会。 会不会踢飞刘洋希望,相信英超生凡马有意无类是真的,但是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,尤其是上岗被恒大军上的当下,恐怕离开会更加不容易, 由于国族排名其实开外,因此无类不可能直接获得劳工证,这是无类刘洋英超最大的障碍,考虑到他27岁了,租界的卫星俱乐部,连级更加不可能, 所以狼队如果真想引进无类,攒下一千万英镑,折合九千万人民币的转会费,成而激活天才条款,可以获得劳工证。 不过,九千万是上岗的心理价位吗?显然不是的,上赛季霍分海姆也想引进无类,却被告知要价1800万欧,这导致得假球队选择了放弃, 目前国内游戏球员稀缺,无类放在中朝至少两亿起步,这就是现实,更何况上岗最近四轮丢了五分,不仅被国安路门拉开, 而且身后的恒大也已经追上了,本赛季上岗是要打破冠军荒,但如今亚冠和足血被出局,中朝又掉领子,争冠形势严峻, 无类说过不为上岗拿下冠军就不转会,恐怕即便英超球都有引进的意向,上岗也很难绑人。